我看时间到了 我就先开始 大家下午好 我是温浩岗 是快手的一个优秀员工 我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快手在资源隔离和干脑检测方面的工作 首先我介绍一下我们做这个事情的背景 我们在做部署密组的提升 也就是我们要达到一个浓情激情资源利用力提升的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随着应用部署密的提供 然后资源之间的增强不断加剧 我们的在线实力装向力已经达到了80%以上 然后离线的CPU整机抽取一直已经到达了70% 这个的意思是我们容许单机的在混布的情况下 CPU峰值达到70%的CPU利用力 然后这个资源增强 就CPU内存还有各种硬件方面的增强会变得十分激烈 然后会导致各种问题 主要是业务保险是业务可能性降低 具体的性能指标方面是指这种接口的响应延迟 它的提升以及接口甚至直接报错 最简单的解决方式其实就是在当作物理使用 把它当作一个应用独占一台机器那样 进程间直接独享物理资源 但这样的话会导致物理资源的使用力降低 也就失去了使用云混布的意义 但是我们也发现我们首先缺乏一些基础的能力 就是首先是我们单机干脑方面就没有可观测的能力 缺乏衡量这种增强程度的标准 以及也没有系统化的干脑观测能力 我们没法做到问题提前发现 因为我没有奉献预检进制 然后问题发现以后其实主要依赖业务反馈 然后最后再导致解决问题的耗时 以及协作的练路都比较长 然后这里提前我把问题先简单总结一下 以及我们的解决方式主要是三个方面 首先是资源分配的精细化 这部分我们主要是从现在机器都开启了NUMA这个特性 我们只要是从这个方面着手 针对NUMA的架构 然后做了一些的NUMA清河 在有资源分配的时候都做到了NUMA感知 然后从而达到了一定程度的争抢的环节 第二点主要是内核隔离方面的一些能力 也是接触内核实现了许多硬件能力的隔离 包括CPU内存 网络存储这些常见的硬件 最后一个是建立了我们之前缺乏的干扰监测能力 主要是基于两个性能指标 第一个是服务响延迟 还有一个是CPA 这个CPA其实就是我们更常用的IPC的一个倒数 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NUMA清河 我们都知道K8S原生的话 它只有绑合的POD它会感应NUMA的架构 就是拓谱管理器 其实它拓管给CPU manager 让它提供了拓谱 hint的时候 但最终应用它只会在绑合的容器上应用 只有绑合的容器最后能够享受到这个NUMA NUMA结构带来一些优化 就是它做到单NUMA隔离以后 在资源的利用方面能够 性能能够不受到跨NUMA仿存的影响 或者跨NUMA仿为一些PCS设备 带来的性能损耗它也能够免除 但其实我们都知道绑合 它会带对资源利用力的提升是不利的 我们内部也是在降低绑合的比例 所以大部分的应用没有享受这个实惠 大部分的情况下 我们都是一些COS class是BOSBO的POD 它在现场是这个情况 它是跨NUMA两个NUMA上的核 它都能使用 就会有很多跨NUMA仿存 或者跨NUMA仿为PCIe设备 其实这些PCIe设备可以简单的理解 主要是GPU 然后我们的架构其实就是 我们所做的就是BOSBO的POD 也能在调度分配资源的时候 也感应这个NUMA的架构 尽力做到一个POD 只在一个NUMA内使用资源 我们所做的包括CPU NUMA清河 内存NUMA清河 还有PCIe NUMA清河方面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CPU NUMA清河 内存NUMA清河 我们都知道会引入很多OM的风险 其实这部分能做的工作有限 最终我们还是只在板核上面应用 在CPU NUMA清河方面 我们主要是定义了六个策略 然后这里的策略是从 按服务的优先级 从高优到最低优 这样来排列的 然后它适合的应用 其实也是根据服务的特性 以及它在我们内部的优先级来定义的 它跟绑合也有一定的关联 然后最高优的其实是一些 如果它不稳定会带来自损的一些应用 就跟竞选相关的 它的敏感度极高 而且业务也强制要求 他们希望独占CPU资源 他们也确实有这个资格 他们不会有其他一破的共享核心 而且他们在这类业务之中 他们的服务先级也是最高的 然后他们会独占绑合 并且强制要求一定CPU NUMA成功 也就是他们使用的CPU一定在一个NUMA内 第二种是 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场景 是业务他们提供一种主动烈化的情况 虽然他们都属于一个很高优的业务 但是在这个业务内部服务也有优先级之分 他们会对优先级比较低的服务 希望他们主动浪出资源 来确保那些高优的服务 在高优与低优混合部署的情况下 高优总能NUMA成功 而不需要他们去加机器 第二种这种均匀分配的策略是 它去绑合的时候 它肯定会在每个NUMA之间均匀地去取部分合 第三种是次高优的服务 它就允许一定的NUMA清合失败 它也是优先级较高的 但并不需要去强制NUMA清合成功 因为其实强制NUMA清合会带来一些资源方的问题 就有可能原先的资源不够需要加机器 后面还有三种是针对波斯波普的 就是更广泛的 我们一些更普通的应用 更普通的业务 他们大部分都不是绑合的 是混合在我们广大的公共资源池家庭里面 其中这部分服务里面 他们最高约的服务 它也是要独占NUMA 独立使用一个NUMA的 就是它一定的NUMA清合成功 不会使用另一个NUMA的资源 尽量减少跨NUMA仿存的问题 然后第二种静力性 它跟上面所说的静力性 其实区别就只是它不会去板合 还有最后一种普通性 其实这个定义放在这里 其实就是跟原生的波斯波普的一样 它其实没有干这个事情 还是原生的那样可以使用两个NUMA 然后这里是简单化了一个场景的模拟图 这个SET0和SET1都是指一个NUMA上面 独占的被绑合的PRO 独占使用的核的集合 SET2和SET3是共享核的区域 然后SET4是指共享核的区域合并起来的 了解CPU Manager的应该知道 其实这块在CPU Manager里面 是定义叫Default CPU Set 然后板合的容器 比如容器1和容器2 它们就会使用SET0和SET1 这里它们也是强保型的 所以它们只会使用一个NUMA上的 它们独占的核 然后Continue 3和Continue 4 它们也是NUMA成功的Bossable Pro 它们只会使用SET2或者SET3上面的核 然后对于其他的更普通的容器 其实它们会去使用SET4 它们可以使用SET4 整个Default Set上面所有的核 就它们具体使用的情况 其实是根据它们具体使用的策略来决定 然后这个板合的区域 它也不是固定的 是随着调度上面 上面有新的板合容器过来 然后这个板合的区域是不带动态变化 然后NUMA清核 我这里就介绍完了 然后接下来介绍一下内核提供的CPU格业能力 首先是CPU调度优先级 这里是对内核的这些应用程序的优先级的方面 提供了一个强化 它提供一个绝地优先级的概念 其实有三种策略 一个高优 中优 还有低优 高优可以抢占低优的资源 中优也可以去抢占低优资源 那显然我们会给所有的离线任务都安排着低优 然后我们重要的在线业务就会都是高优的 在应用之前 就是一个离线的任务来了以后 本来的在线业务跟它都肯定会有存在争抢时间片的问题 现在就是A是一个在线服务 它现在是绝对不会受到离线 绝对不会被离线争抢时间片 这个低优的立线论务绝对不会增强它的时间片 第二点是超运线隔离 这个是相比掉对线级进一步增强了 这个优先进一步调强调了对线级 它是在物理和级别进行了隔离 也就是优化的是LR开始方面的独家 如果一个高优任务在使用物理盒的一端 也就是一个逻辑盒的话 其实如果它的对端也就是另一个逻辑盒 有DU任务在使用 其实也会把它赶走 把它去除到另一个物理盒上 如果没有其他物理盒 其实这个混播离线论务会比较可怜 它会暂时没有时间片可以用 这个在我们线上已经覆盖了数万的混播机器 也汇集了数万的在线服务 这个性能表现上面是 平均这些在线服务的IPC可以提升5% 可以节省很多的资源使用 还有一个是指针内在线服务使用的一个特性 CPU Burst 就是因为Quota的特性 一个服务它日常其实是用不到那么多资源 但是在它一些峰值情况下 它可能超出Quota的限制 这个时候会触发限流 然后服务的各项指标 比如调度延迟什么的 可能会有一些毛刺 这个特性其实就是把这个服务 在CPU利用力不紧张的时候 所积累起来的Quota累积起来 让那些峰值有一个缓冲的余地 减少这种性能方面的毛刺 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吞吐 并降低的藏尾的延时 而且显然可以对业务的稳定性方面 有一定的贡献 我们测试我们对个别这种QPS 很大的业务测试以后 发现它的实力调用成功量 可以提升约百分之十 CPU也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利用 内存方面的隔离能力 我上面就介绍完了 接下来介绍一下CPU方面的 之前介绍是CPU方面的 现在我介绍一下内存方面的资源隔离能力 我们内部主要是这四种 第一个是内存一部回收 这个其实是 就给内存一部回收设置了一个预值 让它能在真正资源紧张之前 就触发回收 避免到了真正需要回收的时候 为时以晚 同时还能控制系统中 配置开始的使用量 第二点是命水分级 这个其实也是主要给 离线业务使用的 设置的 就是把它的水位线设得比较低 然后优先会得离线的内存分贝进行抑制 而且会直接回收它的缓存 降低我们的高优任务 被离线任务触发回收所影响到的概率 而且优化了在线业务的内存分贝延迟 第三点是脏业限制 这部分其实就是当脏业数量达到 达到我们的预值的时候 会执行lightback 然后限制脏业的写露速度 这部分也主要是对限制去 限制了低优任务 低优任务 避免低优任务产生过多脏业 然后导致我们高优 出发回收以后 我们高优任务的脏业也被过早的flash 第四点 这个其实是L3 cache隔离 就是降低 我们主要还是去限制了离线的使用 离线可以使用的L3 cache比例会设置比较低 也就降低了离线和在线 在同一个socket上面 离线对在线L3 cache使用的干扰 隔离能力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然后后面介绍一下我们之前所说 我们缺乏的干扰解释能力 我们现在建设以后 主要是基于 服务响原池和CPR这两个指标 来建立的干扰判定算法 我们内部 这个具体的技术实现简单说一下 就是借助了流失计算引擎 进行海量的指标数据的分析与计算 这个算法其实简单来说的话 其实主要判断个别实力 它的指标是否异常 想言之方面 其实是判断它是否大于两倍的标准差 如果达到了这个预值 就认为这个个别实力是有问题的 它也会进行上报 CPR的话也是波动过大 超过了某个预值以后 也会认为有干扰力问题 这部分我们建立了一个单独的系统 以数据采集以及上报系统进行隔离 减少对于线上系统的干扰 其实上面说的流失计算引擎就是指Flink 然后我们这些隔离能力和干扰检测能力介绍 就先就到这里了 然后后面我们讲一下我们的具体 简单讲一下我们的具体实现 所以隔离能力的框架方面 其实跟主流的很接近 其实主流就是代理或者旁路 我们是代理加旁路 代理就是我们有一个long-time proxy 它会称为一个伪运行使 把库别的请求拦截下来 然后再去传给真正的底层运行使 拦截到CII请求以后 可以去用于满足各类资源管理的扩展需求 也就能做到增强基于QS的调度的资源管理 最后它也能为CII不支持的我们之前所讲的 新增的很多隔离特性提供接口 QS agent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更主要的方面 它有自身运行的很多长任务 比如说对离线资源的使用量的监测 何时需要去压制 以及什么时候去 要对在线开启CPU Boss的 这些都是它去做的 同时long-time proxy其实是极简化的 它真正的拦截住了CII请求以后 它也是需要把发送一个 转发一个请求到QS agent QS agent它提供的hook插件机制 会真正的去修改这个请求 这一些hook插件 去做这些精气化的QS参数注录 然后再把结果返回给long-time proxy long-time proxy发送到底层 如果是CII支持的那些参数 它就会直接借助运行使应用下来 如果是不支持的 就是我们之前所做的 我们新增的这些隔离特性的接口 我们会直接进行CPU的写录 这个链路简单来说 之前已经简单说过了 这里再详细说一下 这个hook不需要再想说 就在额外介绍它除了有拦截 在设置这种出发式的即时响应 另外还有一个lux-time 来确保周期性的轮循 就面向中态 确保这个三数能够持久化 第二点是比较特殊的 是我们在这个QS里面 添加了一个单机调度模块 我们是移植了kubit中 把它的CPU manager和memory manager 功能都给拿了出来放在里面 然后topology manager 我们是弃用了 把它进行增强 其实改成了一个 更接近中心调度剂的东西 然后最后能做到 NUMA和ThubNUMA的感知 调度结果最终会 藉由long-time和对应的一个插件 来进行生效 这里NUMA清河的实现 这是一个简单模型 就是如前往所的CPU manager 和memory manager 已经移到了我们 已经移到了我们单机 单机的QS agent的模块当中 然后topology manager 我们被废弃了 我们改成了一个更接近中心调度器的模式 然后它有FIRT插件以及score插件 最后会把最后会得到一个最优的 也就是得分 我们内部基于我们内部的规则而言 得分最高的一个NUMA 或者洛权跟NUMA的组合 也会存到State的Catch当中 然后我们也是有权拒绝 其实这种情况是资源上报延迟过高 或者触发了某种Bag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实际这个POD不应该掉的过来 比如说强保行过来 但我们发现没有任何一个NUMA 能够有足够的单独NUMA资源来运行它 我们会调用APSO来修改POD的状态 从来拒绝它 如果成功调用的话 我们会把分配结果写在CPU 通过CPU Set的Plugin来写入 这里也拦截了Update Container Resource 会把CPU Set的结果覆盖掉 平时的话是借助Lucasiler 周期性地去检查 把结果设置着我们期望的值 最后讲我们的技术实现就简单过了 最后讲一下我们落地所带来的 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处 CPU NUMA轻额 还有是已经落地的 然后内存清核 我们其实是今年9月份才上线 当前又比较是第一版 是只给绑核的POD来使用的 CPU清核的落地 当前是覆盖我们线上 有60%以上的服务 实际生效的实力 就成功NUMA清核的实力 其实是有50% 在性能方面 它给我们的收益就是 服务IPC瓶颈提升了约10% 也给稳定性带来一些收益 就峰值的情况下 本来的一些 P99异常升高的问题 得到了有效缓解 P99延时就下涨了约40% 跨尼玛导致的业务稳定性问题 减少了约90% 成本收益方面 就是节省了10万加以上的核 内存提供的一些资源隔离能力 我们也进行落地 不过并不是全部 就是上面介绍的 大部分都已经落地了 但其他很多能力 还在灰度测试当中 其中CPU隔离能力 这里主要是指CPU跳动线级 和CPU超远线隔离 它在线上已经 已经是大门的生效了 总共汇集约数万的在线服务 总共数十万的实力 这里我们测试下来 IPC相比特性开启前 是提升了约5% 日均也是可以节省 数万的CPU资源的 内存隔离方面 其实我们上天有发现 最终的总指比较不太好 但我们抽样测试的时候 是发现单机的内存 可以节省约2% 然后我们有大数据混布的机器规模 有数万 然后机器总内存有数百万级 特性全开之后 预计能节省数万级的内存 同时它还能带来一定的稳性收益 因为它能减少全机配置开始的主量 造成这种内存回收的时候 带来的卡队 以及在线业务OOM的问题 干扰检测的话 我们也已经建立 并且全量覆盖了 它是能做到月经主动发现 20例以上的业务稳定性问题 并且我们之后进行排查 以及汇总以后 这整套系统的问题 召会率在85%以上 我的介绍就已经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聆听 有疑问的话 感谢大家提出 你好 我有问题 你这个主要讲的是那个混步 其实你们做的混步 对 然后我想问你问题就是 因为你 刚才你说的那么很多手段 就是 我没有看到RO方面的 就是你们对于RO方面 有一些隔离的一些手段吗 RO就是 其实在刚才我们还在灰度测试 对 对 你们已经大规模上了这些混度 就是你们没有发现 没有出现过线上这种 因为RO导致的一些事故吗 就是我混步了 有出现过这种问题吗 有的 有的是吧 对 因为我们也有 对 但是还没有解决 好感 我请问一下 就是刚才有提到 那个我们是用那个 那个CIA Procacy的那种形式 然后拦截对CIA的请求 然后再做一些 细致的分配策略 然后最后再下法到Luntime OK 然后我们知道 如果说要烂一个POD 然后它有申请GPU 然后又要板NUMA 又要板核 然后我们想按这个板的NUMA 和那个GPU是亲核的 然后我们又知道 那个Device Plug-in的这个 成效是在Admitter那一层 Kuperlitor 在掉CIA之前 就已经把这个分配给做完了 对 那如果这个时候 再用那个CIA 把这个请求给拦下来的话 然后又要做到这个GPU 跟这个NUMA亲核的话 我们是怎么样做这件事情 没有 这个其实提前分配好的 就CPU set 就Proxy拦截以后 它会直接从那个 从那个组件去拿资源 如果它发现还没有 就是它得到这个 就Allocated的这个参数是Force的话 其实当前是比较粗暴 是直接放过了 OK 然后后面 后面等到真的分配下来 会再去修改 如果这个延迟过高 这个延迟过高 我们是有监控会报警的 对 就如果延迟过高 到很后面才去修改它的CPU set 不是会有一些稳定性问题吗 因为它会有抖动 修改 所以我想表达 所以你想表达 是不是第一把的时候 有可能CPU set和GPU是不清核的 然后后面发现了它不清核以后 再想办法修正 是这个意思 第一次就是直接CPU的结果 就是被直接运用了 因为我的分配结果还没有计算出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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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概明白 谢谢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刚说那个高烧检测 现在是基于那个CPU去做了 是吧 这个相比 你那个Google之前的那个CPU tool的那篇paper 它现在有啥 就是就是比如差异化的一些点吗 嗯 CPU code他们其实基本上是 嗯 CPU code反正是完全照搬过来 进行一些 进行一些规则 还有一些 模型下面的强化吧 然后我们主要还是 嗯 那个调度延迟方面提供了一套自己的算法 OK 那CPU这个指标 主要就是有没有遇到 比如说内部有块手 它的机型之间 比如说会不会有比较大的CPU的差异 因为你CPU是对workload去挑它的CPU分布嘛 但你可能不同机型它本来的那个IPC就不一样 就它跑同一个workload 它的IPC都不一样 你们这种有一些 这个问题在我们内部其实很严重 因为快手有 有大几十种 大几十种 甚至上百种进行 嗯 对 但我们当前其实 嗯 其实权重方面是那个调度延迟 它的判定会再更占据主要主要因素 那所以就CPU那一层就相当机型这个问题就现在暂时先是往后放着 然后但是先忽略了是吧 相当于 对它也有应用 但它的权重会设置比较低 因为我们这个现状它没法 嗯 这个完全依赖于它 行 明白了 谢谢 没有问题的话就感谢大家 我先这样